請大家照片好好去拍一張吧 一份履歷、人資觀看的時間 大概是34秒鐘 其中的四分之一是在看你的照片 OK,講到面試啊 很多的朋友就在擔心 啊,我真的是很沒有自信的一個人 好像自信是面試成功的一大要素 的確我們要對自己有一個足夠的信心 可是很多人的想像 把自信就會誤會成自我感覺良好 除了你的客觀條件 比如說履歷啊 上面學歷經歷這一些客觀條件之外呢 我們還需要一個很重要的軟實力 就叫做 照片對於履歷來說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研究指出 一份履歷、人資觀看的時間 大概是34秒鐘 又有其中的四分之一是在看你的照片 可是這個時候很多的觀眾朋友一定會很緊張 想說,可是我不是帥哥美女耶 那難道我就沒有機會了嗎 他們看的不一定是你的顏值或美貌 他們要看的是 你跟他們這間公司的人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拍出一張 讓面試更順利 讓求職更容易成功的照片 請麻煩幫我去你想要應徵的這間公司 樓下走一走 當你想要去面對一個很重大的挑戰的時候 可以先做一些他所謂的 英雄姿勢 什麼叫做英雄姿勢 你可以站著 然後把你的手往上打開 稍稍往上打開 眼睛往上 胸口也抬高 擴張你的肺部 這樣子站大概兩分鐘左右 深深的呼吸 或者是插腰很像那種神力女超人的站姿 這個心理學家就發現 你身體中的這個壓力荷爾蒙 就會降低好像20還30% 然後你的自信荷爾蒙 也就是你的搞固桶 就會上升好幾% 有禮貌 面帶微笑 排頭挺胸 眼神 直視 每一位面試官 這一些全部都是大重點 第一個就是跟面試官的呼吸同頻 這樣子調和一下之後 你就會發現 現場的這個氛圍越來越融洽 這就是呼吸同頻的一個神奇的狀態 再來呢 還有一個就是用詞的同頻 你可以稍微聽一下這個 面試官他喜歡用哪一種類型的詞語 譬如說他喜歡用視覺型的詞語呢 還是聽覺型的詞語呢 還是觸覺型的詞語呢 大部分的人都會用這三類的方式 通常在面試的最後時刻 面試官都會說 好 那我們了解完你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了解我們的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要問我們的 很多的朋友都會回答說 呃...沒有 呃...沒想到 應該還好吧 或者是說 我想問這個薪資 你們會怎麼樣安排 其實你們要好好的把握這一題 這一題的重點是 讓他們看見你的這個問題 一樣跟他們有沒有契合度 投其所好就對了 但是你要先做功課 哦...如果有做功課 他們一定感覺得到 你對他們這間公司的熱情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兩件事情要同時做到 真的是需要一番練習 大部分的人都會以為在面試的時候要 儘量儘量講自己好多好多優點 但是有的時候很多人他反而是對講自己的優點是 很卡的 比如說面試官他偶爾也會誇獎你哦 覺得說 哇哦!你以前有這麼好的成績啊 哇哦!你以前有這麼漂亮的經歷啊 哦!那真的很不容易 這個時候如果你回答是 沒有沒有沒有 呃...就是非常非常的幸運哦 其實不一定會幫你加分 不如你就好好的道謝 哦!謝謝謝謝面試官如此的賞事 然後再說明你的努力 強調你的努力而非你的才華 再來就是對缺點坦然這件事情哦 很多人會擔心 比如說像我舉個例哦 我有一個個案 他就很擔心說他有憂鬱症 然後因此而停止工作了三年 然後現在他要回到職場 他就有點擔心 如果他們問我這三年我去哪 我該怎麼說 其實坦然的說出你的經驗 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不是要你說我真的很慘 我真的那個時候很噁嘴 這個不是重點 你要告訴面試官的是 這一段時間你的經歷 對你的成長 對你的幫助 對你的意義在哪裡 而這個成長幫助跟意義 是跟你找現在這份工作是有關聯的 如果一味的隱藏自己哦 其實反而會不知道說 接下來這個公司是不是適合我 當然不是要大家馬上就講出 這麼多私人的細節 而是說如果有問到 或如果關鍵需要談到的時候 坦承 坦然 自在 會讓你的親和力更加分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